動物餐主還是要把他們這些新鮮的這些食物 讓自己開車運到不一樣的烤餐家 這是一個最像跳動市場一樣 他們周日早上會有一個就是把這段路封掉 然後很多湯外都是不一樣的農場 然後他們去的地方可以來買一些食物 這是一個雙電網站上的一個項目 然後這是一個新的翻譯是用太陽能來做飯 然後是可以提供給這個全門食物 that's a tube or you can put the potatoes in there and slide it in this tube and then under the tube is a reflective arc of reflective metal and it's easy to fold up and take with you 就是可以把食物的土豆放进这个管子里边 然后管子下边是那个轮镜 然后它可以就是温度达到风向高 然后而且它是变成鞋带 这些人们很感激和这种技术的用户 他们在世界上发挥很多东西的食物 在世界上发挥很多东西 这个人就是觉得非常新的 然后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产品 所以就四处把这种产品送给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感觉你刚才的详细宣传选择 因为他说了这种系统的组织的组织 他觉得他的这个演讲内容 就是跟刘老师今天上的讲 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整合不一样的系统 他听到很多概念都觉得非常新多 他听到很多概念都觉得非常新多 这是一个公大的研究生 他听到自己的学生做的这个项目 然后他是通过手机 可以控制在自己家里的这个种植的植物 就能够做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希望给你提到的原理 所以这些是我希望给你提到的原理 而且它已经已经做过了 这些古墙 我认为这个是认识的 我想大家都應該對照片上的資訊比較熟悉 因為其實在我們很傳統的農耕方式中 已經有很多能體現這個永久耕種裡面的這種方式存在了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通過我們從科技革命 從工業革命學到的這些知識 然後再結合傳統的這種傳統的文工社會 然後影響一個更好的生活 謝謝 謝謝 OK 我們感謝我們的美國家 為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講 下面我們有請北京工業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帶請現場為我們美國專家發展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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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